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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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那您今天就是特有实力 因为今天来的人特多 而且我必须要跟您讲一下 您是有实力的地方在哪 就是因为今天来的人也都是大牌 没错 今天出场的第一位非常的大牌 他跟您有三十年的交情 而且据说他今天来 是要跟您一起来解开一个心结 他心里一直有一句话呀 他想亲口跟你说 谁 真的谁呀 三十年交情还有一句话呢 有点心虚 李老师想着谁呀 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你很自信是吧 我敢保证他出来的时候 您应该会非常的开心 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不好 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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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您一直有一句话 要跟李成如老师说 您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呢 我要问李成如 嗯 他还恨我吗 他恨你吗 李老师 我不会恨任何人 真的假的 你平时有这么大度吗 有有有有 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两个人的事 行 咱们今天说好了 不管来的是谁 您都在这站住了 然后就把这心结给他打开 把那事都给他放下了 好不好 听这事怎么这么大呀 害怕了 开始怕了 不会不会 接下来时间 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今天的 第一位嘉宾 有请 我能看了吗 哎哟 欢迎杨洁导演 欢迎杨洁导演 哎呀 他们怎么把年轻来了 杨洁导演好 这 这 这我实在有点 慌 为什么 慌了吧 因为老太太 今年八十多了 今天 现在又是 现在得有九点多了吧 晚上 是 把您请来 实在 实在不敢当 我觉得今天特别的 特别高兴 这是第一啊 第二 我觉得栏目组 不应该把杨洁导演 因为这么大岁数了 特别冒昧 我必须得说一下 李成洪老师 今天是这样 其实之前呢 杨洁老师已经真的完全不参加任何的节目录制了 而且今天呢 其实杨洁老师今年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 而且照平时来说 晚上这个点 他都应该休息了 是 而且 但是一听说是你的事 他就来了 哎呀 哎呀 三十一年前 中国第一部神话电视剧西游记筹备开拍 五十二岁的杨洁作为总导演 开始了招兵买马的前期工作 西游记剧组搭班子的消息传出 立即吸引了当时年仅二十七岁的李成洪 那时的李成洪 还在北京景山服装厂宣传队工作 已经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业余表演技球班 与赵宝刚 张光北 豹大志 李琴琴等人是同班同学 怀抱着出演唐松的梦想 李成洪莫名找到了杨洁导演 我当时是想应聘唐松去的 哦 可是我那边是业余啊 又不是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员 杨导对我那时候也不了解 说这小伙子倒是挺精明的 你能不能给我写一份简报 我跟你说说我们这一个多月来的工作 你今天晚上去写 明天给我拿来 我想也好 写一份简报 如果万一能留在剧组呢 能工作呢 总比在服装厂待着强 对 于是我就回家连夜 把杨导说的事情 我就给写了一下 第二天中午我也送来 从来杨导看完之后说写的还不错 有两个学字 这个 记住 这个记住 好 然后老太子说这样吧 你别演唐僧了 我身边也用人 你给我做场记吧 完了我就接了一句 我说听说场记是通向导演的路 杨导说 别瞎想那些 先干活 我就留在西游记剧组 就留下来了 从那就是81年 我来问一下杨导道理 当时您对那个李崇老师 他第一眼 您对他第一眼的印象怎么样啊 我对他 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人 人家很不够 马上要组建去彩景的剧组 当时乘入来了 正好那个彩景的剧组呢 我们只有六个人 对 一个摄像 一个我 一个灯光 一个美工 一个剧物 一个场记 我说你就做场记 做场记吧 所以他就一路上 就作为场记 跟着我们全程彩景 三个月 可是人家是为了用聘 唐僧过来的 唐僧哪要他呀 等早着呢 半年以后了 他都不着急 大家想不想看一下 三十一年前的杨洁导演 还有我们李成老师 是什么样的 想不想看 今天杨洁老师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非常珍贵的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 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都是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呀 我发现您了 你发现我了 对 右边 右下角 右下角 这个是我 对 我都没感觉 那李老师 后面站着那个小伙子 那就是李成如 站在您的后边的后边 张宁来身边那个 对 张宁来身边那个 六小林童 那就是十度四人了 他们看完了以后 就都回北京了 我们就继续踩景去了 那会儿 这个李老师 您的也是音姿飒爽 形象挺不错的 但您 想演唐僧 不但没演上唐僧 西游记五年来 任何一个小妖 都没让我演 上千个角色吧 在这个西游记里面呢 几乎没有什么人 没当过群众演员的 搞灯光的 搞摄像美 那个搞服装的 七十岁老头都上去了 都演了 都上去了 我每次要求的时候 我说能不能让我演这个角色 你演什么呀 你赶紧忙去吧 你想我需要一个演员重要 还是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重要 当然是得力的助手 对 如果切了他当时 等于切了一个手 对 因为我需要这个人 赶紧去给我办这个事 没有 这评价太高了 我必须得给他掌声 比如说吧 比如说买马 买马的任务 对 杨岛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终于跟台里边 争下来 同意买一匹白马 因为我们开始拍的几集啊 到任何一个地方 是临时用一匹白马 那马有的时候到那以后啊 小的都奇怪 就是唐僧如果骑上以后 就变成六条腿了 杨岛就非常生气 杨岛说我们这是艺术创作 白马是小白龙啊 是师徒捂人啊 不能哄啊 还有的时候 到了一地方没有白马 拿别的马去染 杨岛作为一个艺术的最高执行者 他对艺术要负责任的 所以他就要跟台里边一些搞行政的人 去要批这笔资金 经过多少次 才把这个批文拿下来 这我们都知道 那谁去买马 你去了 那就我去 得力助手 千里奔波 从北京到西林郭勒 从西林郭勒 带着车 带着马 追到围房 一路上还要负责这养马 这你都要给 对 人都要我安排 我先要学会了 嗯 这笔马温 他不但自己养了半天马 后来还弄了两个养马师傅 小徒拜见师傅 免礼 我忽然觉得是不是没有李老师 可能我们的西游记拍摄就不会那么的顺利 我跟你说五年 五年来我在杨岛身边学到两点 一对艺术的见解 嗯 二 超强的组织能力 哈哈哈 应变能力 还需要超强的组织者 组织者和执行者 这二者吹一不可 五年 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 西游记上百个外景地的寻找 无数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都有着李成如不可磨灭的功劳 也正是这样走南闯北的超负荷工作 练就了与李成如年龄不般配的果敢与稳重 但李成如出生牛犊不胖虎的性格 也偶尔带给杨洁一些哭笑不得的小麻烦 他有一个事情给我争了 那就是采景的路上啊 我当时一开始给自己的能力估计太高了 对自己的体力估计太多了 我就告诉他 我说一路上我们不但要采景 还要采演员 如果到一个大地方 你去给我找我漂亮妞 到剧团里去 找了 您说话这么时髦啊 都直接说漂亮妞了 是是是 这就是 找漂亮姑娘 然后呢 因为我那里头妖精也好 人家的美女也好 神仙也好 都要漂亮妞啊 这样能演妖精吗 她绝对是个漂亮妖精 好嘞 都超精 现在看新绩啊 很多美籍里的女人 都漂亮 真的漂亮 包括嫦娥了 杏仙了 什么这个兔 兔兔啊 什么女儿国王啊 所有的 都漂亮 都漂亮 我又打岔了 您继续说 来 结果呢 她很积极 她不要体力壮啊 那是找漂亮姑娘 她能不进行 结果呢 到了长沙 有一个演员 是我时间预定好的 就是观音 佐大斌 佐大斌 我是在六年前 在那里拍追鱼 追鱼嘛 她就演那个观音 我一看她扮演特别好 我就跟她说 我说将来 我如果拍有观音的戏 我让你来 结果这次呢 我们采景路过长沙 就看到了佐大斌 我就跟她说 她就是观音 我让她演 她就给我争 哎呀不行 随时太大了 不好看 真是 是不是 我争了半天 后来我急 你当时想着 要哪个漂亮小姑娘 来演观音啊 因为看了很多 都漂亮 都看了很多 对 但是她们都不是观音 所以我就告诉她 我说观音 不是漂亮小姑娘 不是小美人 她是一个 有佛像的 是一个有尊严的 她是个菩萨 她不是小美人 你别误会了 她对我还争 还争 我说住嘴 去那边去 是我丁还是你丁 对 你当时在想什么呢 你会说 当时我什么感觉吗 就是我现在回想我那时候 我就好像是一只 没长全毛的小公鸡 想上名 其实二十八九岁啊 这人还没怎么明白 现在想起来 真是 现在想起来 观音还是对的 观音是对的 不散 抱一个凡僧 疼不得云 架不得雾 几时弄到四天 俺老僧不去了 猴儿 你休得胡言 你今日已拖千灾 不可再生懒惰之心 西游记剧组的五年里 从财景到选角 甚至整个剧组的吃穿住行 李承儒 勤勤恳恳 不求回报地奔波着 可就是这样 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却被导演杨洁 三次开除 你作为兄弟五年来的这么一个剧组啊 这个人世之间的矛盾是很多的 而且我又是负责吃啊 助我行啊 安排啊 我要下坡 我说没有那么多下坡 你只能上坡 这都是得罪人啊 要操心的事特别多 你久而久之呢 这些事不就积累 积累起了一块 就都是得罪人 就这种事情 小事变大 无中生有 和一些误会等等 加在一起 在我耳边 啰啰嗦嗦的事情就很多了 我压也压不下去 我又没有时间 去一个一个仔细地去调查 所以就这样 所以就形成了三进山床 我可以这样地说吗 我想问一下导演 您会在心里记得这事吗 就是其实一直 我也不知道 这个误会有没有解除 会不会算一个心结 一个小疙瘩放在心里边 所以今天你听到 李诚如这三个字 这名字的时候 不管多晚 你也一定要赶过来 说实在的 委屈人人都有 他有很多委屈 我也有 我的委屈比谁都大 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跟导演 可能解释过两次 导演心里边比较重 我一点没有有愿 也扬导的东西 我会 我也给导演添了太多的麻烦 这是第一 第二 我做的事情是应该的 第三 扬导在剧组里边 对我的照顾是很多的 其他的生活中 让我吃饱 咱们这些小事就 就不用说了 有的时候导演 只吃半碗饺子 会把那半碗饺子 让我吃 这些事都是在采景当中 经常发生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82年 我母亲在北京 过去 当我接到 拍完夜景回来 当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我朦朦朦朦 只知道杨导演在后边复舟 我当时就是眼泪花花的 因为我从小父亲就没了 我两岁多父亲就没了 所以我二十八九岁 一直在和我母亲一起成长长大 那么这次我在西游基之所 身在扬州 听到母亲过去 我的这个心情 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只有杨导在我身边 扶着我的肩膀 我几乎是靠在杨导的身上 旁边站着谁 帮中救老师 我印象虽然当然很晕 挂断电话之后 杨导第一句话就说 你把记者证给承 承如身上有介绍信 派出镇东 要个车 赶紧送他到南京 用记者证和介绍信 买飞机票 让他赶紧回北京 就让我回家奔丧的这个恩 就是报复完的 一个人要记住 至于说 杨导通知我 又有多少多少人 在反映你的故事 你走了 我能感觉到 杨导一直看我走出 二三十米去 我能感觉得到 其实不是他本心 让我走的 剧组的压力 导演 我可以理解为 那些 那些让他走 其实是 走给别人看的 你心里其实根本都没想 让他走过 不走不行了 就是为了停息一些 闲言催语 没事 过两天咱再回了 包括三十年之后 咱还能坐在一块聊天 保证如何 我就把它搞回来 所以我心里跟导演 没有那个心结 我再三次跟您说 我对您只有感恩 首先学到很多东西 又得到您那么多的照顾 今天我五十八岁生日 您八十几岁高龄 来参加我的大牌生日会 我太感动了 我觉得我 三十年前所有的付出 在这一刻 我觉得 都是应该的 都值 成熟这些话 说的让我感动 她在西游记里的确是受了不少委屈 不一定是完全从我这儿得到的 委屈 而是从其他的方方面面 她可能受到许多委屈 她受的委屈 有一部分是我没保护好她 没有保护好这么一个 能干的工作人员在我身边 还让她走 走 一再地走 所以我心里就觉得 她没有记住这些个 让她生气的事 有的人为了一点事可以恨你一辈子 有的人却只记得好的 只记得那些个 让对方感动的事 这就是李成如 我觉得我在这方面 我在四十年后 我更加了解她了 所以我们说 这就是李成如老师 今天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今天我们大牌生日会 也特别的为两位的相聚 准备了一份礼物 李小姐把我们的 礼物拿上 您请坐 没关系导演 您坐着就好 我们一起打开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T恤 这是一件T恤 上面写着 敢问路在何方 上面有很多 你们当年的老照片 跟老回忆都在上边 感谢 感谢 真好 同时 好多回忆 今天呢 导演也带来了一本书 一个礼物 哦 这是您新出的这本书 导演要介绍一下 公开发表的是吧 公开发表了 敢问路在何方 看看给你写什么了 重如 用这本刚出版的回忆录 作为对你的生日 贺礼 杨洁 杨老师 今天我能不能 我不为难您 我能不能 那个邀请您 给我们唱两句 敢问路在何方 李老师唱歌 非常的好听 我觉得这个 可能会给你们 出乎意外的惊喜 哦 是 西游记啊 有三个版本的歌 可能没有人再记得了 大家只记得 蒋大为唱的这个 但是前边啊 还有一个版本 是耿其昌唱的 后来呢 又换成吴彦泽唱的 我现在呢 给大家唱第一版的 耿其昌唱的 好好好 我赶紧来听一个 云荡荡 海茫茫 烈士惊天 梅后王 是真伪 曲莫障 其是耳边 本领强 本领强 三十一年前 二十七岁的李承儒 怀抱演员梦 投奔阳景 谁知却开启了他 长达五年的巨人生涯 舟车劳顿 辗转奔波 各两度蒙受 腹白之烟 被迫离开剧组 如今历经磨难的 李承儒 早已是中国 演示圈 大万级的人物 而他与年鱼八旬的 杨洁导演之间 这段三十一年的情谊 又何尝不是另一段 不可复制的 西游之路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我没忘 我想 再过几十年 我也忘不了 绝望 接下来还有一位 大牌的嘉宾要来到现场 我不太确定 他跟您认识 他可能认识的时间 跟您在一起 不会超过 跟导演认识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 他跟你的情谊 也是很深刻 并且你们在一起 有非常好的合作 也让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记忆非常的深刻 我先给您一点提示 他是谁 好 您拿出来看一下 来 这是 手铐 手铐 手铐的意思就是 要跟您这个 联手啊这是 拴在一起 拴在一起 猜他是谁 拍得到吗 跟我一起拍过戏吧 我可以告诉你 跟你一起拍过戏 没事 就想跟你在一块 不分开 就想 老想咱俩 好好合作 合作 那 那应该是 我在拍 中晚六组的时候 男二号 谁 东勇 我要说不是东勇呢 我觉得应该是他 怎么还不上单呢 老师好自信的 来 接下来我们 掌声有请这一位 带着手铐来的嘉宾 看看他 到底是谁 有请 有请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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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李哥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这手铐这意思 您给解释一下 咱俩 这个不能靠一靠 对 对吧 我希望您 和身体健康 和快乐幸福 永远靠在一起 这还真是 这很新颖 这很新颖 这能动 你还是琢磨这样 这样 咱们坐下来 慢慢聊 来 欢迎 欢迎 董老师 欢迎董老师 我特别想问一下 来我们大班生日会 一定是有 很深厚的交情 关于你们之间的合作 其实大家 非常的熟悉 但你们之间 这个交情深 到底深在哪 98年 我们一块拍 青年上河图 我在组里 愿着他了 当时青年上河图的 男一号是 郑少秋 反一号 李承荣 他在里边 演了一个 渔民的儿子 男48号 然后在片场 后场的时候 就聊天 一件事情 吸引我了 中国戏校毕业的 我说你是中国戏校毕业的 中国戏曲学校 对对对 我说你学什么的 唱舞声的 现在分哪 杭州经济团 现在又拜谁了 李玉生 我一听 这跟我渊源太深了 因为我哥哥 还有我们家里人 都是搞京剧的 而且我哥哥拜的 又是李鸿春 梅老师 李鸿春又是 他老师的父亲 是李玉生的父亲 哎 我就 就是 好有渊源 就特别 李老师啊 是那个 这个特别专业的 金剧票友了 应该算 然后我就格外的 愿意跟着聊天啊 聊啊 说呀 有共同的爱好 就唱上几句是不是 然后就开始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中安六组 正在筹备 马上就要开机了 通知我回北京 几个演员大伙都见见面 拍拍照片 来把角色都彻底定下来 我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他 我说你有没有勇气 跟我回北京 往返费用自理 如果能定上你这个角色 不要问多少钱老物 也要去演 跟我走不走 他毫不犹豫的走 来回往返几千块钱 这就相当于他 拍《青春上和图》的 整个费用吧 差不多啊 因为后来没想到 他来回来的七趟 是吧 回来七趟 对对对 因为一直定不下来 这角色 然后他毫不犹豫的 就跟我回来了 跟我回来 我才知道 就这个角色 导演已经定了三个了 就三个候选 好了我就跟导演 再三坚持 这个人是我从杭州带回来的 无必要用 无论如何要用 一定要用 好了导演最后就跟我说 那很低的价格一集 他是不是也来 不要提老物 只要让演就行 最后这个角色 躺下了 秦明晓图书已经拿三千一集了 那不错了 但是李老师就应了那个 景谈风云了 一千块钱一集 来不来 我李老师都没说 定了啊 就一千块钱一集 一共干四个月 挣了三万块钱 就这样 那还得交交税什么的 就是不知道多少钱 那你为什么要去 是不是真的因为 因为 我信 还有就是 他一直在说这个人物 我特别合适 就不用去演 就自个什么样 就什么样 就成了 最后还好没有辜负 这个 没辜负李老师 这个一片好心 说什么呢 梁斌现在在哪 不知道 可能不在北京吧 行啊 找不着梁斌 这些摇头玩 就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 你说不清这些货的来历 我们可就只好 把你发回去了 也不管有没有梁斌这个人 我们现在正愁 找不着往歌厅送货的人 别的歌厅可不给我管啊 他们都是跟梁斌 单独联系的 不应不查去啊 今天上午 还有人从他手里提货的 你刚才不是说 梁斌不在北京吗 我 今上午你又在哪 看见他了 我这个 说一个 就是题外话 就是我拍完那戏 以后 你制片人啊 把我那来回的费用给报了 为什么呢 他说是我演的挺好 所以董勇老师 您刚刚一直也在叫那个 李老师 李老师啊 就是从某种小风来说 他真的就是 兄长老师 李承如老师是 我的引路人 没有李承如 董勇不会有今天 2000年 拍完中安六组后 董勇一口气 接拍了黑洞 梅花档案 千军一发等多部影视作品 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警察和硬汉形象 而每每提到这十几年来取得的成绩 董勇对恩师李承如 仍是感激不尽 您今天那个聊而过时 您有什么话要送给他 我希望他 我前两天 我刚 就是 有半个多月了吧 半个多月 我去了一趟他家 他新那大宅子 然后呢 我见到他的生活是 特别的如意 特别的好 所以我希望他这个生活 要保持下去 而且 我想跟他说 我特别嚮往那种生活 我得努力 就像他一样 等到他的这个时候 我也能过上那样的日子 所以其实您 您看啊 就这 这水晶这玩儿 玩具的手铐 刚刚能让您产生 那么大 我现在才刚明白 这是头一回 这手铐 这手铐是不是让我靠着嘴啊 我这头一回 说 哎呦这东西还挺好玩 这是头一回 我听他说的 是吗 他是以前对这种东西 瞧不上 我觉得这大老友 我知道他喜欢那什么东西 我就我了解他呀 我就从杭州回家 背把扇子回来给他 这什么 他就这性格 你知道吗 他不会假 假的说 呦谢谢 谢谢 挺好 挺好 他不会 他就跟我说了 以后别买这个 这个好的是什么样 不好的是什么样 这个别看挺贵吧 你让人蒙了 他就这么个性格 好直接 同样老师来 我就特别希望 祝愿两位 接下来还会合作 对 然后两位一起合作 其实两位在一起 片场应该也很 弄不戏 对 弄不戏 我们都等着看 好吗 谢谢 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感谢 董友老师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在李成如的引荐下 成就了董友出色的警察形象 而演艺圈中 受到李成如帮助的人 还有很多 有这么一次 我们合作的经历 就是那个片子呢 先找了他 他把我提出来 说让我在这部片子里边 出演一个角色 然后那边再考虑 李成老师当时就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再考虑了 他可以胜任这个角色 并且可以完整好这个任务 希望你们用他 那如果你们要不用了的话 我这合作不跟你们签 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他做了这样一件事 对我的影响是深压的 是重要的 非常非常感谢你 刘华老师 你看看刘华哪一点 其实当时他也没红呢 刘华 我们在拍戏之余啊 刘华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感动我了 哥 我太喜欢表演了 当年有一个戏啊 叫大石烂 他去演 他用心学啊 学南城的老北京说话 他为了跟一个南城的 一个卖水果的 学这个地道的这个 老北京话 他是北京人 他还要学南城的 他不惜帮人家去看水果摊 还给人家送烟 总之他下了太大的心血 去拍这大石烂 可是往往我们这个圈里 有的时候这戏啊 你拍得很用心 你期望值很高 没有动静 两年以后 刘华跟我说 哥 我接了一个电话 河北的一个朋友 他拍戏 早上起来八点半 给他打一电话 刘华呗 这是我 我在看你的戏了 你看我什么戏啊 大声烂呗 大声烂 什么时候播的 就现在啊 早上八点四十五呗 刘华说 我听了这电话以后 挂了以后 蒙着背后就哭了 八点四十五档 相当于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中央电视台买片子 就算甩播档 不播吧 不买米不 不合适 买不 播吧 就上房间档 早上起来八点四十五 就是几万块钱一集买 八点四十五一播就完了 刘华呢 蒙着背 我就大哭一场啊 我当时就跟刘华说 我说刘华 我一定 只要有机会 我就力鉴你去演戏 我说我争取帮你三次 让你能出来 这个事我记着 希望今天我们俩录节目 跟您认识之后 您帮我们俩一人鱼刺就行 你老是得记着 我们接着往下看 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嘉宾要登场 这位嘉宾厉害了 我都不好意思让他等那么久 因为他也是跟您一样 魅力十足 也是非常之大牌 给您一点提示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小时候照片 来 好像 其实能猜出来 我觉得 刘华 是刘华来现场了吗 您看着像谁 你觉得刘华有长这么帅吗 您这坏样 懂一样吗 是吗 您再猜一下 你猜是刘华对吧 好嘞 后面嘉宾伤心了 哎嘞 是谁呀 你别怕得罪人 没事 他一出来之后 你再跟他 出来以后您再比对比对 让我们掌声有请 接下来的这位嘉宾登场 有请 有请 欢迎看 欢迎杜华老师 欢迎杜华老师 海军呀 穿美貌不热 海军呀 欢迎杜华老师 杜华你好 你好大人 你好 最可爱的人啊 我见了杜华东 我有一个很愧疚的事情 天不老子人 九张九 要让福奇打他一大嘴巴 打了我两个圈 我记得 我说咱们真打假打 假打还得再打 您就不如真打一次 我说真打 他说您真打 我能躲开就躲开 躲不开我就挨着 真的挨了一下 真挨了一下 大嘴巴 不止一下吧 拍了两条嘛 不光大嘴巴 我记得还拿脚踹的呢 大嘴巴打完以后 蹲下以后 蹲下又拿脚踹的 您今天是不是来庆祝生日 还来寻仇来 又来一个野汉子 你是哪个庙都合成了 你组组那庙子 哎呦 你 你 你刀着行李那庙 你干打人啊 我打的是狗 要是早几年 我早要了你的命了 小卫其实那个合作过好多戏了 但是对于第一次合作的戏 刚刚好像产生了一点分歧 打死了 第一次转六组吗 转六组 因为我转六组戏太多了 你看看 他们呢 有的时候来组呢 也就是一天两天的事 对 好像拍了两天 忙着拍完 对 段 你对李老师印象怎么样 是什么印象 很招讨厌的一个人 我对他印象 还真是不像他说的讨厌 真挺好 第一开始 因为第一场戏 我是罪犯 他审我 完了 这台词应该多少年了 我还记得 不说是吧 扛 那你就扛吧 行 我看你到底能扛到什么时候 开灯往那一照 就是感觉就跟真正的审 审问的那个 感觉是一门一样 特别真 就是 我很害怕 是一个当时的审 审问我的时候 那种感觉 又以后都干什么了 什么都没干 扛是吧 跟我扛你可惨了 我有的是时间 说 说什么呀 你说说什么呀 你是乐意犯 能让你说什么呀 说谁讲演艺 你会吗 跟我这出好汉 没想到 李承如与杜旭东的初次合作 竟然是13年前的中安六组 怪不得感情如此深厚 两位老戏骨都塑造了很多节点的小人物形象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电梯 会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 电梯直接入货 户型最小的也得四百平民 什么宽带啊 光缆啊 卫星啊 能给他接的 全给他接手 楼上面有花圆 楼里边有游泳池 老布里站一个英国管家 戴假发特绅士的那种 业主一进门 甭管有事没事 都得跟人家说 没还不用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枪 倍儿有面子 社区里在建议所贵族学校 叫他用哈勃 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 在建议所美国人所 二十四小时后展 就是一个字 贵 看感冒 就得花个万八千 周围的邻居不是开网马 就是开奔驰 你要是开一日本车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你说这样的公寓 一平民 你得卖多少钱 我觉得怎么着 也得两千美金吧 两千美金 那是成本四千美金几 你别见贵 还不打折 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 愿意掏两千美金 买房的业主 根本不在乎再多掏两千 什么叫成功人士 你知道吗 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 都买最贵的 不买最好的 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 不是最好 但做最贵 然后 我将你将的将谁叫 不是想睡觉 是睡不着觉 都是想睡觉 是睡不着觉 想睡不着觉 我睡不着觉 野火小人物 我觉得是一件特难的事 那两位老师 如果以你们的演技碰到现场 比如说年轻演员 可能假设 就万一连哭都哭不出来 这种状况 这种年轻演员多了 哭不出来的 用眼药水 我觉得他们就是还是没用功 其实功底不到 功底到的话 你要走内心的话 按照情节 你肯定能下的眼泪 就是 我非常反对 现场要演药水 我更反对 现场提词 你知道咱们那些现在现场 对 我说的真不是夸张的一个事 是我亲力亲为的 当然我不带那个左 我的助理过去愣给录下来了 能在现场演双双黄 什么叫双双黄 这个皇上在这演戏 沙发后边蹲了他的助理 这些日子你都忙什么 后边那提词 他在这说 这些日子你忙什么 下面的大臣 大臣那边的侧木条 就在摄稳丁那 他那助理 我在秉承圣上的旨意 你从一场戏 你能听到四个声音 因为是对切的嘛 能听到四个声音 双双黄 好可怕 不是说这一场戏 我是这样拍啊 全聚 这么拍下来的 所以我曾经说过 我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 如果我李成如在现场 哪天下不来台词了 我一定不在现场装孙子 我回家抱孙子 对 假唱不允许 那我们在拍戏当中 你假说台词就允许吗 能不能来点真的呢 我在现场我不允许 刚才董勇在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一块拍 《清明上额头》 因为郑少就是香港人 他有时候普通话 可能说的不太清楚 他在跟我对手戏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 说不下来的时候 他就数数 他们香港人说话会 会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我那天佛秀而去 怎么演戏啊 我不知道你对对方台词是什么 他可以 演员演戏 数数字 但是呢 表情 表情还挺对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 他当然可以跟你们说 到最后因为反正他得配音嘛 是吧 这招我们还能配音 我不会 台词跟脸对不到一起 我不知道你这委屈说的是 不知道委屈是 这是没委屈 我怎么接 我走了 你发现没 他们俩回答 他们俩回答问题的方式跟角度 基本上是一致的 要不然怎么那么投缘呢 他一 脾气可能比我好 二呢 他得的人可能没有我 我这人 也不少 我这人也不容易 遇到过 遇到过 有些演员 他让助理去走戏 这很讨厌 这个演员我就不说叫什么了 真是的 很讨厌这个 让他助理来一块跟我们走戏 我就没 我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你谁呀 你凭什么呀 到时候 我要替我那人 我自己给我下去 好 还要了 这样可以 还要了 应该这样 跟这两位老师演戏 好有压力 我觉得是这样 有一句话 我想跟三十岁左右的 或者三十岁以下的一些演员 我有一个忠告 03年 我在跟李力群合作 人生几度秋凉的时候 当我是主演间制片人 李力群见着我之后说 谢谢制片人 给我这碗饭吃 人家认为什么呢 你请我来演戏 给我这么高的牢 报酬 我能养家糊口 我千恩万谢 可是我们现在的年轻演员 认为你是靠我来卖这戏 没我演 你这戏就得赔 所以我在现场 我这个吧 我那个吧 你千万别这样 感谢制片人 别的给人拍 赏我这口饭吃 对 感谢人家找你拍信 那是给你饭吃 谢谢两位前辈的教诲 我们也代表年轻一辈 谢谢两位的教诲 受教了 对受教了 这一番教诲 真是至真至深啊 两位嘉宾 不仅对于演技的见解 不谋而合 兴趣爱好也很相似 那就是对于中国文化的痴迷 这次我们录刘老师节目特别开心 多少您去过刘老师家吗 没去过吧 没去过家 带你去看看 一般我都不是让人家去的 别让人起怀疑 我这次带您去上他们家去瞅瞅去 是 独家探访 第一次啊 有幸探访到了李老师的家 究竟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 大牌特授队搜索大牌最独家的秘密 今天此前的任务呢 是探访李承如老师的家 所以话不多说 跟你直接走吧 好的 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 这里应该就是李承如老师的家了 李老师好 欢迎来 李老师你好 我太激动了 所以我觉得我要首先问一个问题 请问我们是不是您在您家里 第一个接受见面的媒体 应该是我搬到这个院里来的 第一个栏目 好开心哦 这旁边这些树都是些什么树啊 我院里种了500棵樱桃树 好请进 走走 走进李承如的家 一股音音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无论是客厅还是餐厅 各种收藏品 各种收藏品随处可见 书案 字画 紫砂壶 古中等等 都散发着浓浓的年代感 令人仿佛 令人仿佛置身于历史与现实交错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 李承如的家具质地多数为金丝楠木 这种木头极为讲究 自古以来就是皇家专用木材 只要一砍到金丝楠木 李承如就会淘淘不绝地夸赞起来 这是金丝楠木 一百年前 我要是有这柱子 我就把门抄斩了 像断子面一样 真的 非常漂亮 它像那种柔软的紧断 而且扮着金光 只有金丝楠木才是这样的华丽 看到吗 所以这才是王者之末 就这么大的金丝楠木的板 它要想形成这么大的板的时候 这棵树就基本上已经一米了 而一米的金丝楠木的树 就要长八百年到一千年 老师您有没有打算将来 就建一个金丝楠木的博物馆了 我现在已经是了 因为一般的金丝楠木的博物馆 也没有一百五十件 我现在将近一百八十件 在这约两百件家具中 最令李承如得意的 当属这一件金丝楠木潮福柜 还是让李承如自己来夸夸宝吧 这整个一面柜子都是金丝楠木的 对 我这套柜子应该是世界之最吧 因为这个 姑姑已出了一套柜子呢 现在在这个 一个金丝楠木博物馆 叫荣顺城 荣顺城 他那套柜子可能是三米二五高 三米二五高 您这个是 我这次是三米六 比那个还要 你比布弓的都要高啊 对 而且这个龙雕刻的 十举如生的 是手工雕 这柜子一共三十二条龙 这就是一种玩啊 说完金丝楠木 李承如又兴致活活的 给我们展示起 他的另一项收藏 笔烟壶 这件东西最好 为什么这个最好 我跟你讲啊 这上面有字 你拿去看看 你把这九个字念出来 刺 臣 臣 大 兽 乾隆 以为 这刺字当什么讲的 谁可以用这刺字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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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臣的是不是 嗯 乾隆爷给臣大兽的 威品 就做了这么一件 你说的 你说的好不好 嗯 像这儿的蝙蝠 我可以把他做 李老师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 除了您给我们展示 这个蝙蝠 还有我们这么喜欢的 金丝楠木的柜子之外 您还有没有什么 压箱底的宝贝 要给我们展示展示 开开眼界 压箱底的 谈不上 有一对小文艺 让你看 我看一看 这是一对 这是水晶的鸭子 这是原来一对水晶天龙 嗯 除了 作为艺术新商品 百件以外 它还有什么实际的 使用价格 观众朋友们 不妨跟我一起来猜一下 这个小百件 还有什么用选 今天李老师特大方 把这个拿来了 杜老师您猜一下 这到底干嘛的 您拿给杜老师看一下 杜老师您小心了 你小心了 我都不敢碰 杜老师您猜一下干什么用的 这是一个杜 真细致 真细致 我们知道那是杜 但是它整个它是干嘛的 两七身女 杜老师您再看看那个洞怎么塞得进去 大家猜猜你们觉得是干嘛的 真不知道 喝酒更可能 酒呢 想酒想疯了吧你 就那么一小块 就那么一小块地儿 香水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像是女性用的东西 很柔美 很柔美的感觉 香水可能有点差不多 靠谱是吗 要想做这么一个水晶天鹅 一个人 这一对可能要十年工 要十年 十年 对 要磨它 可想而知这是贵族用的 硅房 女人装胭脂的 所以跟刚才香水有点相似 装胭脂的 这个是我十年前在拍卖会上 四万块钱拍了的 四万块钱拍了 这里多少人特谢 那现在你觉得你估摸着他能拍多少钱 不知道 四千万左右 刚才他打我的屏幕里 您还在了吧 屏幕里看到了我那些鼻眼头 一直在口袋里放着呀 难怪你衣服不脱了 我说了半天 没有 没什么好东西 先拿出这个 这是什么呀 山楂片吧 这是几百年前的 没开过风的鼻眼 没开过风的鼻眼啊 这玩儿像真像山拉片那个 这里边装的都是满满当当天的鼻眼 我那十年前在琉璃厂 我能看一下 一个老板那 他当时有五盒 我当时就全给买了 当时才几万块钱 现在没有了 您特别选陶这种小玩意 真有一碗件 就是老鼻眼啊 我根本没有 我闻了一下 这个前后很简单的 鼻神型的 因为他这原来的老东西里边 他有很多 你闻一下 我刚刚摸了一下 手里都有那个味儿 真是 马上脑子很清晰 你别这么闻啊 这样啊 今天杜居东来 我很高兴 这一盒满满的鼻眼 送给杜居东 哎呀 这是这个 杜老师 别人绝对没有 真能再来啊今天 快给大伙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宝贝 我是开心之鱼啊 我就喜欢玩 你看做了那么多 金蓝木的家具了 剩了好多废料 那些废料我想干嘛呢 除了做盘 做一些摆件 然后我就做了好多猪子 哎呦 金蓝木的猪子 这个东西 真好 多漂亮了那个 我不知道观众 能不能看到 就是那个光色 我们可以摸一下吗 那个 可以 就是您刚刚说 特别光滑的 像断面的那个 是不是 既然送了杜居东一个 很稀罕的鼻眼火 那么这份猪就送给女主持人 哎呀 谢谢李老师 108颗的 0.8的佛猪 价值 价值 你干一年都吃了 那个等一下有人 呼售我回家好吗 这串我为什么不能送呢 因为这串我盘了一年多 你不用跟我说 还有很多我的鸡血在里面 所以就不送了 哎呀 还有一个 这个是也 这是套那个东西的 是不是 哎 我我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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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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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今天 您要的过程段 您那也是收礼了 是不是 您有什么礼物要送的呀 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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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您包了几层啊 好 我们先把这个放一边 为什么要送红酒 有没有祝酒词 这个 祝这个 李同如大哥 这个 咱俩谁打 我跟你教大哥肯定是你打 祝李诚如大哥 身体健康 各方面都红红火火 所以 送人红酒 送人红酒 越沉越香 谢谢 我们要掌声 谢谢我们的杜老师 谢谢 请多儿就做好不好 谢谢 谢谢杜老师 究竟惊喜不断 接下来这位是人味道李仙道 并且绝对要给你带来惊喜 这份礼物也非常的应景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了 还有人 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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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面 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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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味道您熟不熟悉 有什么面的这是 打卤面 尝寿面呀 打卤面呀 你给您拿着 尝一口 这味道看熟不熟悉 我忽然饿了 饿完 老师悟了一下 熟悉吗 差不多 谁 谁做的 嗯 爸 那个 你今天过生日 也没给您买什么礼物 所以呢 准备去菜市场买点原料 给您做一碗 咱老北京经常过生日吃的 打卤面 这天太冷了 我就不多说了 咱一会儿厨房里见吧 好 再见 虽然不尝过菜市场 但李大海很快就找到了 木耳 黄花 香菇 和牛肉 您别说 进了厨房的李大海 还真是有点大厨样 我现在马上就要上锅潮了 我现在有点小小的激动 因为已经好多年没有做过饭了 嗯 好吃不好吃 这是儿子的一片心意 我现在要与一下 我现在不停 我现在想你要yyy 你要去哪些 我现在不停 我现在不停 最后一道工具了 李承鲁还是当着儿子的面来评价一下这碗打鲁面的味道吧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承鲁老师的儿子李大海有请 也在这边 欢迎大海 你好 给老爸一个拥抱 怎么每次都穿这么帅 特别烦人啊你 粉的 好看 还如此是吧 咱们起座好不好 大海这次又做了打鲁面 要是怎么样感觉 他是不是特懂事一孩的 对倒不错 还行 你老是还行还行 还行就已经很好了 是吧 就已经很满足了 父子二人一口同声的回应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越来越多的默契 而默契两个字的背后却深藏着一段父子二人不用回首的过往 就在大海七岁那一年 李承鲁与妻子的婚姻已失败告终 父爱这个词也被这场空变多多了 大海从此离开爸爸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父子二人的生活渐行渐远 父子感情也随之淡堡 在同龄的小朋友谈论着自己的跑胸 大海总是无言不对 年幼的大海跟父亲若不抱怨 又不不惊 又不失望 而坚强的父亲李承鲁 也从不影响儿子解释自己的无奈和心酸 而是平不全 父子二人对这一对父子关系 又有着怎样的感悟呢 我觉得你爸特严格 你爸以前会打你吗 小时候打过 后来就不打了 小时候打得狠吗 那会儿 没有 小时候我觉得还挺狠的 就我父亲打我 他比较 就是让我 到现在我都觉得挺想起来啊 以前可能觉得是 很气焚 摸不着头绪为什么要打我 但是现在想起觉得很开心 因为那会儿我父亲在我身边 如果没有那个 挨打的经历呢 可能我们俩的就是相处过程 也都到现在又少了一部分 而这个反而成为我一个很开心的一部分 谢谢 你知道这话其实听着特别暖心 对 你知道吗 儿子现在越来越懂事了 这个我已经感觉到 因为他过了叛逆期了 越来越懂事了 但今天我必须得说一句 你 今天来的大海 绝对是你欠他了 是 你欠什么呢 因为儿子小时候跟我非常亲的 可是呢 我家庭离 离婚呢 他妈妈不要把他咬过去 也就是说他从七岁到十七岁 其实这十年很重要 是最关键的十年 而这十年我没有和他在一起 所以我亏欠他 这十年我肯定是亏欠他 那么我会在以后的生活和事业 这两条道路上 我会尽我的一切能力来弥补 虽然我平常很严厉 但实际上我心里清楚 我应该做什么 没想到 荧幕上的硬汉李诚如 却在父子感情上 向我们展示了他脆弱的一面 在即将不读六十岁的儿瞬之年 李诚如放下自尊 放下他从不向谁低头的倔强 终于对儿子说出了自己的愧疚 父亲的看透与领悟 儿子的成长与成熟 终于将这段淡泊的父子关系化解 而对儿子的弥补 李诚如也有所行动 对于李大海一直追逐的音乐事业 李诚如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2012年 李诚如自编自导 自演了电视剧《宫为残阳》 他也将这部戏的音乐制作 完全交由儿子来完成 这部戏的音乐是由大海来制作的 对 还吗 这部戏音乐是他做的 他一直喜欢成歌 对 我也很尊重他 包括我要拍这个 很大的一个轻功戏 让他演其中的一个皇上 叫同志 就是慈禧那个儿子 是 他就不来出演 多少人要想获得这个角色 他说他要做专机 他说他要出单曲 那么现在单机专曲我也没看到 但是那个角色我已经 那个戏我已经拍完了 错过了 但是我多尊重他 我感觉你爸对你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 我父亲 他出于他的角度 他帮我想了很多 我觉得是很伟大 所以我也接受 但是呢 我自己呢 热爱音乐 一直呢 我都是在做幕后的音乐 过程其实非常的艰难 就是让我怎么说呢 就是也没法跟我爸爸讲 我觉得 他有时候说他吃了很多口 他说他遇到了很多困难 因为我总觉得 总没有我们小时候的苦吧 时代不一样 总没有我一样的困难多吧 所以我觉得 还不够 还不够 还有魔力 大海 事业上的事 其实你爸已经给你很大的空间了 他没有强迫力 对我给的空间 因为他让你去唱歌了 事业上 他其实已经在给你空间 感情上在给你空间吗 对 但是我现在还是单身 嗯 嗯 我觉得 还是让我把我想做这件事 做完以后 然后 因为我还有很多时间 嗯 我觉得我再去完成了 太多的时间了 所以这事你不着急呗 刘老师 不着急 我给他的空间 其实非常大 我听说你爸特别够意思 你当时又喜欢一女生 你爸还帮你追的 是吧 那个 那个打羽毛球的那个 打羽毛球 哦 咱们这时候可别说人名的 人名考就考 找姑娘名字不能说 啊 他搞一体育的不挺好吗 哦 单纯 哦 给大家找个高体育的 然后我就看 有一场女玩球比赛 哎 我觉得这女的特别棒 女玩球运动员 我说 要是找女朋友就找这样的 我 我比较满意 是这么个事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就给我支了很多招 让我去 去追他 对啊 老爸怎么说的 他这个招吧 我真是 这个招我没法去 就是我父亲这么跟我说 他说 你就去 怎么去呢 你就到这训练馆 到训练馆 开我车 开我的车 然后在咱们家门口拐弯 那就有卖花的 便宜 插花 插好花 一大束花 喜欢玫瑰 插 插玫瑰 女孩就喜欢玫瑰 然后开车就去 到那 就问 他在哪 到他训练馆 就去问人家 在哪 然后他出来了 就把花给他 就这样 就很直接的方式 你这招好老 你会被这种招感动吗 不会 其实我忽略了一个什么呢 就我认为好的 他没感觉 你这招属于 三十年前追玉兔金那招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是感觉的问题 这个是这个招 这个招怎么样 对 是招的问题 我觉得 这很八卦 怎么这样的事 你们的栏目都挖出来 就是父子之间 父下里 也拥有 现在跟大海很熟 对 所以好多事 我们都知道 今天其实廖二过生日 我们也特别开心 节目组有准备一个蛋糕 来 我们一起 这蛋糕不错 特别棒 这蛋糕 蛋糕很甜味 这字 哦 哎 这是我父亲口头 这是张宫廷大师的 一生感 他说 好事 不如无 就是多好的事 不如没事 没事多好啊 让我许个愿 许个愿吧 对 生日快乐 大海有什么祝福 要送给爸爸 我就祝这个 残阳这部戏 可以 快点 过除 因为 跟我许的愿一样 默契啊 父子间的这种默契 切蛋糕 切蛋糕 也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本期今天会是 大牌生日会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拜拜 一刀要到底啊 一刀要到底